我 留准 发唱 台东艺术下乡的巡演活动 9月19号如果儿童剧团来到了台东大学附设小学演出 这也是如果剧团的第五场演出 前几场的表演都受到了大朋友以及小朋友的喜爱以及热情回响 而熊宝的生日礼物故事内容 叙述这位从来不知道满足的熊宝贝 在收到生日礼物之后所发生的各种事情 让孩子跟着故事里的角色一起互动 我再次要跟你玩红绿灯 你知道吗 玩红绿灯 又跑来跑去 借由近距离的互动跟引导 除了让孩子能够认识戏剧之外 也可以学习生活中大小事的态度 学会分享的意义 那我讲什么故事吗 目前戴着 难得的艺文饗宴 更以趣味的活动和深入的教学课程 提升台东县孩童的戏剧视野 以上新闻东台宣布陈静雄 在台东市的采访报导